今天应用一下小伙伴的要求 想看怎么吃珊瑚菌 想知道珊瑚菌什么味道 这些珊瑚菌是之前从山里采回来的 在本地吃珊瑚菌的人比较少 是因为珊瑚菌像这样成片的成长 或者说这么嫩的珊瑚菌还是比较少见的 废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吃菌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米饺给削掉 好 吃 鱼 鱼 鱼 冰 鱼 沙滩 中火 鸡蛋 这个可以切厚一点 要放在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珊瑚炬呢 要先顾上吃 煮个三个分钟就可以了 煮完以后呢就没有一些紫色黄色全都是这个颜色 小蝶瓦 看看 捲子 鸡蛋 鸡蛋 出口 炒辣椒的时候 忘记录像了 炒完蒜片和辣椒 然后调味就行了 青辣椒炒一下 调味就行了 看下今天吃什么 炒山火菌 豆子 炸的豆腐 土豆 还有一碗 一碗肉 干肉 多一点山火菌 豆子 豆子 豆腐 珊瑚菌好不好吃呢 先吃一口珊瑚菌 其他菜都先放一点 珊瑚菌 小小的 刚才这种口感 有点糯糯的感觉啊 一下子想不想吃那种 就是 有点像吃稍微硬一点的果冻啊 试试这个 这个 快状的这个 软面中呢 带点脆 没有 没有很特殊的味道 就一股 就一股菌香味 软绵软绵的 我就特别喜欢擦这个珊瑚菌的这种口感 哇 我一搅到一点那个糯糯的感觉 那个口感简直的 太舒服了 那种 嫩的地方 会那个软软绵绵的 它本身呢就没有那种很特别的味道 好不好吃呢 好吃 就是说好吃但是不特别 嗯 嗯 对 它的口感像那个杏鲍菇很像 当它要比杏鲍菇更绵软 杏鲍菇就有点绵软绵软的 它要比杏鲍菇还绵软 还入口以后呢 要比杏鲍菇一碎 这是我们这边的 一种咸菜 在我们这边叫豆豉巴 豆豉巴巴巴的意思 就是豆豉做的巴巴 脆的 又脆脆的 已经用油浸过了 然后香脆香脆的 我得继续去加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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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就到这里 之后呢 有什么感兴趣野生菌呢 可以 在评论区啊 或者是私信告诉我 对什么什么那个 野生菌 感兴趣或者好奇 嗯 嗯 我来做 然后 我来做 我来给大家试吃啊 好 我们就下期视频 再见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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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